美娘啊 这是你上个月的工资单 是以往的足足三倍 真温馨无愧了 逗我呢这是 不好意思 刚才给错了 这个才是 这是什么鬼 我要加薪 我要涨工资 金苏 看你工作这么模型 我的内心都几乎崩溃了 你有什么仇什么愿 坐下来跟我说 或者告诉我 你的梦想是什么 好不好 没有 我只想进行 进行是谁啊 你想什么 都是说 我想加薪啊 这不可能 我只能辞职 有话好好说 我知道 你已经十几年没回过家了 吃饭夹菜都用饼 洗澡都用饮水剂 每年都是业绩第一 你看我们俩各退一步 好不好 怎么退 我不给你加薪 你也别走 大师兄 你怎么就跳槽了 跳槽 可是加薪的最坏方式 我拿着包月的工资 干着不计流量的活 长点工资 怎么了 来来来 沙师弟 我们帮猴哥收拾办公桌 二师兄 你怎么比猴哥还猴急 哎呀 猴哥一走 这大师兄的职位 就是我的了 呆的 你身材不苗条 长相不出众 工作不认真 凭什么升职 猴哥 你上班不早套 下班不晚醉 周末又得休息一天 还妄想加薪也是醉了 别吵了 看看白龙马 颜值高脾气好 才能升职加薪 登上人生巅峰 师父 哎 毕竟官二代啊 你为什么不好好工作 被炒鱿鱼了呢 因为工资低 没有动力 还不如回家 回家 房租到期 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一个失业的我 怎么拯救一个没房的你 浩志 你知道人生的三个阶段吗 凭着自身条件 毫无成就了 就等一败天地 败完了自己 又开始看老的 叫做二败高烫 像我们这样的 叫做夫妻对败 大头哥哥网上都说 你是牛逼甩甩的 富三败啊 我正烦恼着呢 每天都有各种女同学 在我微博下面喊老公 就连白鲁人都到处自创地铁部位置亲满 其实我可穷着呢 看 都说输 一分连花钱都没有 那帝哥是什么鬼 刀 若是大头 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陛下 我们的剧 就要在香港播出了 大头版变成了胸前加布料版 陛下 臣妾需要加工资买布料啊 你还是 大头比较好看 前几年 家里穷 俺一个月工资才两百块钱 儿子说 长大以后要找份月薪两千的工作 孝敬我 经过 还真就给我实现了啊 万佩 你别躲在里面装成笔 我知道你有钱 一瓶小表战月入两万多 全上海滩的朋友圈都传遍了 不要靠我们了 我们认你们有钱 没有钱 把钱拿出来 你雪衣我在土耳其穷疯了 属于你来得太晚了 工资一干走就花光了 一个月就那么丢丢起 要付织房运工 再赶上电话费 大地飞 火日飞 我 我都已经处理三千门游戏团了 快看 说到玫瑰的工资都上交给我的 走花完了 这不是真的 你可是白领啊 之所以叫白领 就是因为出去各项开销之后 工资都白领了 子卫 你把我的手绑起来 把我绑在椅子上 我就想忘够了 现实将功超划算 不行 我们没钱了 尔康 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 有时候 我真的很想抱走 却发现自己终究还不够实力 但是 请相信 我梦里梦想照进现实 只有一步之好 再多那么一点点的坚持 打破好哪一天 你就成了老板 precisa 还有一步之后 请订阅